好 好 旅家跟風水跟安全感有關 所以如果說像阿布那個 我真的覺得還是不要 如果會讓你的另一半害怕的話 因為住在一個環境 如果會害怕 每天都有這種害怕的感覺 是會影響他的心理健康的 還是不要放出來 還是收起來吧 對 有啦 我們就放TVBS那邊道具 這樣放在道具間 好 下一個 看電視 看什麼很重要 看哪一台 看什麼 男生跟女生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男生都喜歡看NBA摔角 要不然就是什麼告訴球 對 政論節目這些 就是每天在那邊轉 所以我們家是到哪都有電視 而且我老公不知道為什麼 他好像沒有電視會死掉那種 所以他馬桶前面一個 浴缸前面一個 床前面一個 客廳不用講一次 然後餐廳也一個 我們家電視超多 包含連小孩房間都有 他其實可以帶一個VR這樣到處走 真的 我真的覺得他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走到哪電視就開到哪 然後都看他自己要看的台 而且他會從第一台看到 就是都不看完結局 你就要一直跳一跳 跳一跳有沒有 一直轉台 就一直轉台很討厭 譬如說我今天先到 我今天在房間裡看我的連續劇好了 他進來後他就這樣看 看看他覺得還不錯 他說前面在演什麼 你需要先講給他聽 這樣他就跟你一起看對不對 然後看...看到後面他說 我要睡覺了 把它關掉 我說為什麼你要睡覺關掉 他說沒有 因為我們明天在一起看 我說我沒有跟你一起看 我自己在看 你自己來做我的 怎麼叫我關掉 他說你這樣看下去 我明天早上沒辦法上班 你不要看 我說我看電視 幾乎都沒有聲音 不會吵到你 我看我的 他說不行 你要等我 我還要等你 我們一起看 這要有情緒 一起看 可是有的時候 我想睡的時候 他說現在真的刺激 我們把這一集看完 再看下一集 把下一集看完再睡覺 因為覺得很討厭 就是每個人坐起時間 一個人的時間 對 我想說自己看 那譬如說他自己要看他的什麼 那你就會叫他去廁所看 廁所那不是有電視 有電視可是沒有那個 我們看的是連續劇 就是那個貼一個盒子看的那種 對 然後譬如說他看他的電視 可是他看他的 他又不准我們去轉他的電視台 那只有小孩 就是像我女兒之前 他在房間看 我們家是因為都同一個牌子 所以遙控器都可以用 用在那個電視上 所以你就會看到 我老公一直轉那個 就譬如說 70幾台那個運動台 然後我就看我女兒 一直轉24台 兩個就在那邊這樣轉 按 然後按 然後按到最後他說 好啦 給你看 我說為什麼你讓他 你不可以讓他 你都不看我 你怎麼讓他 他會吃女兒數 會 很會 其實會 因為看電視這個 也算是女生的地雷 像我跟我老婆看連續劇 或是那個美劇的時候 我都會跟她講說 你看這個不聯繫 直接說你 他剛剛左手現在變右手 然後這樣怎麼樣 他就給我白眼 對啊 你像打斷我們在看那個劇集 我們不是在看 膠膀病好不好 我們沉浸在那個劇裡面 然後你是誰來找查 你一句話突然這樣冒出來 你打斷我們那個思想 這個職業病 沒辦法 另一半那麼喜歡握掌遙控器 其實主導性很強 所以有些時候 你遇到這種主導性很強的另一半 真的還滿容易起衝突的 因為不是你配合它 就會配合你 久而久之就會不平衡的感覺 拿遙控器的那個人是有控制 有主導權 有控制 想要握感 你會發現那個 而且他們會看不順眼 立刻轉 真的嗎 對 我不要你立刻轉掉 他們不會有耐性 把一個東西從頭看 不會不會 所以他們通常耐性都不太夠 對 所以也很容易引發衝突 這是針對某人 下一個 拍照 拍照 算是生活娛樂類 拍照有時候女生會抓狂 會 對不對 我覺得最值得抓狂的時候 不是平常的自拍照 是婚紗照 妳最近剛拍婚紗照 對 因為我最近剛拍完 妳特別 女生 特別講究就是那個時刻 因為你知道 對 而且我們的婚紗照 我們還不是說什麼 跟婚紗店合作 因為這樣最簡單 就是你跟他們租婚紗 你用他們的婚紗攝影 跟一條 對 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什麼彩妝師 你也不用麻煩 把他們都包套幫你弄得好 你知道人出現就好 但因為我的婚紗照 比較麻煩 是因為我禮服是禮服 然後我自己找攝影師 我自己找造型師 自己找妝髮師 我是從各地找 我覺得很值得信任 跟質感好 娛樂的婚紗拍得超好看 然後就集結起來 組成一個團隊 所以這個 要聚集他們這件事很難 對 那是不是製造的 對 可是 不是 可是因為 當初我有跟他討論過 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一年前 就在處理這件事 然後他也覺得很OK 因為他不想要拍那種什麼 什麼浪漫的情境 什麼在花園裡面 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 不是我們 所以我們要拍不一樣的 你說一年前就開始策劃 對 但約一年多前 你老公正在籌劃那個格鬥生 對 對 這是好老婆應該做的嗎 對 沒有 因為我們要 大家的時間都要丟出來 要喬 這個很麻煩 對 這個過程是要喬大家的時間 對 是因為要拉長那個時間 要來喬大家的時間 可不可以一起工作 滿心疼你老公的 所以到了前 到了前一陣子 我們才好不容易敲定 可是在敲定之前 大概一個月吧 我老公就說 現在再不拍不行了 時間大家都喬不定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我說可是你如果想要 有質感的照片 你就必須要等大家時間都OK 他說就不要等了 隨便去找一家婚紗店 隨便拍一拍就好 反正那個婚禮要用 趕快先出來 我想說你怎麼可以 把這件事弄成隨便 激怒 我已經籌劃了快一年 你怎麼可以這個手手放棄 就放棄呢 沒錯 一句話很安若 惹怒 我就說你要 現在就是 我們等大家時間出來 把它拍完 要嘛 你自己去婚紗店拍 我不拍 對 所以他就是空氣這樣子 我不拍 一個人的圓舞曲 好可憐 可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要有質感的照片 就是要等待 來 看一看 真的拍得很好 沒有質感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 很乾淨 很時尚 就沒有多的 問題是怎麼拍都OK的 然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帥 帥喔 帥喔 好美喔 衝出封鎖的線 又結合就是 跟老公有關的一些元素 天津海豹 我發現你一句話 都可以毀了人家一張照片 你就是看戲會在旁邊 一直講話的人 對啊 很好看嗎 就是急迫害人家的幻想 老公的元素在婚紗照裡面 我是覺得婚紗照有一點硬 很好看耶 對 就不能為了浪賣而浪漫 對 妳很講究這件事 我很在意 不然就不要做 還好後來有拍成功 對 不然應該會大潮一波的 要不然就真的不會拍 我妹最近也要結婚 對 她跟你一模一樣 怎樣 因為她就常會打電話給我 說她要結婚 她7月 妳是6月 對 我妹7月 然後哥哥 那個她叫我幫她準備 婚紗什麼的 幫我找人拍 要泥色 她要我找 然後我說對了 婚禮當天 我希望請樂團 然後她最近泥上一個棉花糖樂團 棉花糖 我說棉花糖 英里的那個 對... 我說棉花糖 她是妳朋友 沒有 妳幫我喬她來 妳是個婚婦 然後 免費的婚婦好棒喔 然後我就不回 然後我就看說她還有什麼 一次我跟她講一句 她說對了 Aros就是弄頭髮 Aros早上8點 可不可以來婆婆家 就我奶奶家 先幫我媽媽 奶奶弄 再弄我媽媽 再弄我哥哥 再弄我大哥 再弄家家 然後她妳可不可以幫我請設計師 8點來家裡 兩組 對 然後她說 飛飛翔翔可不可以來當花童 然後獅子 怒氣只在這了 對 然後她獅子揪了 飛飛翔的同學 女生 她是要兩個女生 對 兩男 兩女 對 她說 有一個種東西叫做 我把電話給妳 妳跟她講妳要什麼佩貝 然後我出錢 這樣好不好 可是她說不行 她要我參與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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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就是這樣 妳要什麼什麼嗎 對 而且就突然間想到 就要想什麼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會參與 我會去做這些事 我想出來的事我都會做 我不會丟給她做 對 對 她當哥哥的事該怎麼辦 對 妳比較衰 免費的 對 妳用得淋漓盡致 一次啦 誰叫妳這麼有低位呢 沒有 我後來還有補問 對了 我說妳老公在哪兒 在哪兒啊 好 這個會 這個也要講究男女不同 拍照會 拍照 再來是出去玩 出去玩 包含出國或是一般的 旅行的那是什麼 旅行的 都包含嗎 都包含在裡面 出去玩真的太容易吵架 像我這次4月份去韓國玩 對 因為去韓國玩 你就是一定要穿韓服 對 去警服工穿得美美的韓服 然後在那邊拍照 是不是很值得珍藏 就為了這個紀念這一刻 我就特地帶了這個 是拍腳架 他就可以做成腳架 然後去拍照這樣 就很棒 終於到出國了 那一天要去拍韓服了 我就跟他講說 寶貝妳記得要帶腳架 我們就出門 就搭地鐵搭20分鐘 終於到那個韓服店 穿好韓服 超級美 超級愛 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趕快拍照 超級愛 我就說寶貝快點來幫我拍照 腳架呢 他就說我忘了帶 那我來韓國幹嘛 我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趕快回去拿 回民宿拿 那請路人拍呢 請路人拍一下 就是因為你警服工 你要一直不通 因為他一直拍 而且珍藏 對啊 有些就是不好意思 可能一兩張OK 沒有要連拍 不得已 我只好穿著韓服在地鐵 不錯喔 非常好看 走路 這是我男朋友拍的 我會拍喔 你在炫耀吧 不是 幹嘛做 故意擺拍的 不是 因為路人就一直看你這樣 就覺得也滿好笑 感覺很美 不經歷 對啊 不經歷的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 最傻眼的是 又在宣耀文了 不是 最傻眼的是 因為地鐵它就是很髒 因為它有很多那種雞油垢 會在那個手扶梯旁邊 因為韓服很貴啊 你不可能 用這種豬的 所以我每個階梯都是用爬的 我一直用走的 這張很累好不好 而且韓國很奇怪 他們的地鐵站幾乎沒有電斧梯 對 很少 都是樓梯 對 都是樓梯 你要走很長很長 對啊 我決定我下次出國 要東西就自己帶在自己身上 很多人在那邊拍照嗎 在哪裡拍 地鐵嗎 我上次跟小禎去 小禎說一定要去那裡換韓服 然後到裡面去拍照 走進去只有我們這一團人穿 然後我們變階級 人家來找我們拍照 對 我們是裡面的人 真的 沒有很多遊客找你拍照 妳還是工作人員 沒有...真的 全部裡面只有我們 男生女生都一樣 太正了 太漂亮了啦 你知道嗎 就是喜歡來你的節目 講話好聽 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樣 下次我叫老公好可以選擇 另外還有逛街 女生最愛的逛街 想到逛街就知道了 男生就是愛買 可是因為我工作 因為我就是工作需要 其實我不太愛買 詹莉老公故意踩雷 夫妻千萬不要一起工作 我覺得兩個人不能做同一個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就覺得 我很無聊都閒在家裡 他就會一直盯著他 他就會不要讓你盯著他 他就會說你就去開你的火鍋店 你就開始要找地點 那你到找地點的時候 因為他建議我去 所以你就會找他討論 那你會變成做得很辛苦 怕辛苦還開什麼店